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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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早上费中要穿 要做的 熟练的纸灰 简短的语调 这位走起路来生自挺拔的师兄 是住在屏东的邱炳辉 今年正好七十岁 很多人叫你长官 为什么 因为我都是带他们 带一直带他们 他们就把我当长官 就叫长官 长官就习惯了 二十岁那年邱炳辉入伍从军 成为职业军人 退休时的军阶已是空军中校 二十八年的军旅生涯 养成他凡事严谨 认真负责到最后的好习惯 这一件叫军长虎 这个空军的飞章 这个是空军 两颗梅花就是中校 他很会增强 不用我帮他增长 阿爸 阿爸 这个是你的妈妈 这个是阿公以前小时候的 当兵 当兵的时候带人去那个歌道住民收钩 收钩 收钩完的时候还跳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 你们有看过这个阿公以前的照片吗 没有 这些没有 你看阿嬷以前很漂亮 现在老了不漂亮 人前一丝不苟的邱炳辉 是大家公认的好好先生 在外笑脸迎人 回到家中还是欢喜余孙的好爷爷 对他而言 孩子们的笑容是最大的慰藉 好 慢慢走 慢慢走 不要急 不要急 慢慢来 好 来 后面来 好 早 我们这位导书志工是我们学校的 我们都叫他邱教官 对 几乎因为他在我们学校86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我们学校来耽误交通导书志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好 来 几年 几年级 二年级 二年前就戴眼睛了 他努力用功 4月26号我在花莲当志工作的时候 正好白冰冰的女儿白晓月命案的时候 为了维护校园安全 我是学生优先安全第一个原则 86年到现在今年不能 104年等于18年了 现在人员都是根根梯梯梯 一份心意 让他从中年持续到老 尽管人与大环境都在改变 至今他能风雨无阻地 默默坚持对的事 任何人都有习气 习气就大小 深浅 不会说暴躁到那种 什么看不惯的就打骂 对不对 你说没有脾气吗 反正他有接到任务 他叫不到人 他一定是自己去跑就对 他不会说一直说 找到人才会去做 有时候供他任性 还是执着 这个就是他的缺点 真的他的缺点就这样 认为该做的事 就执着地坚持到底 杨之招嘴里不忘数落着 责善固执的邱饼辉 他对老伴除了支持 还有更深刻的了解 他就是很正 他很正 这标题是来说他很正 所以我就说他很正 对吧 他说的也是这样 要跟我们说帅他嘛 他很正 言下之意 说的不只是他的日常行为 更包含他的为人处事 这就是邱饼辉 饼辉师兄啊 应该就是那种啊 以国家兴亡为己任 自个人生死于户外的 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刚才我们录影之前 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都做得比较轻松 他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 坐下停停停 你说已经退下二十几年了 你还是这种习惯改不了 这个好像这个姿势 始终就保持这样的一年 要坐挺对不对 我请你的好邻居 光年师姐 听说你做出品做多久了 百多久了 三十几年 三十几年了 他这次做出质 大家怎么没习惯了 很习惯啊 听说他只要有大厂的机会 他都会出来出头 对 你知道吗 他都是很勇于承担 然后在很多人的下面 大家都是很安静嘛 他就会一下子 很大声喊起来 像佛菩萨行三文旋律 他就会喊得很大声 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幽默 幽默 对 他很幽默 包含吃饭的时候 含口令你也会喊 对 刚才光年师姐喊得很保守 你要不要喊一下 给我们听听看 以不吓到人为原则 要吃饭了 通通有女神 对 他是这样子 然后呢 向佛菩萨行三文旋律 所以你京人本色还是都还在 感恩 善解 包容 可能這些方面 理直氣柔 理直氣和 不能理直氣壯 不能理直氣 要理直氣和 問題從教官退下來 中校的學校教官退下來 怎麼會做環保呢 這讓很多人疊破眼鏡 你說你如果在外面做文書 做沾散媒 什麼文教 還是去做什麼其他的勤務 你做環保你愛下去嗎 就說人家介紹我進到慈濟來之後 第一個工作就丟給我 明天早上要探訪 不 就丟到那一段時間 我非常歡迎你來做慈濟 我們明天就開始 問題人家非常歡迎你來做慈濟 你那個時候對慈濟的了解有多少 不慎了解 那你願意把後半生的歲月托付給慈濟 是的 因為我進到慈濟之後才慢慢的了解到 慈濟是原來是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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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邊走邊了解 邊了解 邊整隊 就像你們兩個當時認識也是相親 人家介紹的 對 也是邊走邊整隊 你覺得他有什麼不一樣 做主題之後 有時候你跟他講什麼的時候 他會比較执著的時候 我就要這麼做 你就說 所謂执著我當然是著善固執 折善固執 是 好的事情 我們就上人講做對的事情 就要勇往之前的做 是 問題啊 慈濟就是來自四面八方 不同家庭 不同身分背景 不同學歷 不同性別 不同年紀的人 那你折善固執 你要怎麼去像水一樣啊 隨方救援 我來看到你就歡喜 你講的命令人家願意去服從啊 你有什麼欺負 孔子上次曾經講過一句話 因財施教 你就當教官了 然後 對 我就了解到每一個人的 個性喜氣 對 因事利導 這樣 他現在當和氣隊長 也是協力隊長 你是協力組長 所以你們兩個是同協力組隊 要互相配合 對 那你們在找尋組隊裡面的幹部 也如同他說的嗎 對 要看清楚每個人 對 你說我聽說嗎 他 我們兩個 互相的做一個 把名單添到尾下傳 然後呢 然後這個人可以做什麼 我們就把一份工作給他承擔 對 所以我們組裡面的人 每一個人都有工作 聽說這個阿輝好像很高主席 還沒給他承擔相機 對 聽說這個很愛惜 還沒給他做真善 對 聽說這個以前 從警察拿來 還沒給他承擔護法 類似等等 對 像我們年紀有比較大的 那個就給他做環保 了解 對 然後相機的時候 他也一起在做相機 因為年紀大的人對煮菜很有研究 好 對 好 看我們的孫子 笑起來很可愛 七十歲的人 不過剛才光年師姐告訴我 他是用生命在做此劑 我說有這麼嚴重嗎 我們繼續看下去 這是屏東分會的環保站 一身長袖長褲 戴著遮陽帽的邱秉輝 整個上午左去右回不停的走動著 他的動作靈敏 精神抖擞 跟剛退休時的狀況相差甚遠 我退下來的時候 那我身體不好 每天好像 看來為我出嘴 一個師姐就說 你來幫我出嘴 你如果沒有工作做的時候 我又是糖尿病 我又是高血壓又是怎麼樣 那在做的時候就不會累 所以天天有工作天天都快樂 可以說忘了我的病痛 糖尿病 高血壓 心臟病 老人家口裡常見的老毛病 邱秉輝幾乎都有 現在他眾多的藥依然得吃 但因為天天有工作 日子比從前快樂多更多 日子比從前快樂多更多 我帶消息了 我帶消息了 這個是7320506 7320506 7320506 陳崔音師姐 是他家裡面的電話 電話 那是電話嗎 也是他的代號 據得最熟悉的是 腰洞洞 林溝腰洞 腰洞洞 軍中常用術語 是邱秉輝私底下的獨特幽默 良人結婚至今44年 婚後 家裡經常只有楊之昭一人 獨挑大樑 這份付出 邱秉輝一直感懷在心 我要來洗米煮飯 對 洗米煮飯 你都沒有煮飯 我今天最好吃給你 這顆最讚的 最漂亮的也都老的不吃 你都會吃到嗎 早上過母親節嘛 母親節女兒女 都會拿個銀子 請她吃個飯對不對 我也拿一個紅包給她 母親節快樂 我都罵她 我愛你 她唯一的好吃 我現在早上給她洗掉 她唯一的好吃 她就是過年生日 母親節多少 她真的一定會有紅包 不然就一點禮物 一定會 我在外面 我講過好聽一點的話 就叫保國為民 因為我們軍人嘛 比如說在家裡面的事 都是由老婆一所承擔 所以她在家裡面的 你看從家裡面從十一自行 都要她 就很感興 邱炳輝一直用行動感恩 並以尊重對待髮妻 而跟隨邱炳輝腳步的楊之釗 也在慈濟裡發揮所長 成就另一個大家庭 真男人在前面 小的 不用出這麼多 大條 很大條 很大條 出在回家裡 手都會抽筋 你知道嗎 我說在家裡是小家庭對不對 雖然也有很多人吃飯 但是家裡的鍋 總是沒有像這個大 更大的家庭的鍋那麼大 而且又在左路慈濟 就可以 從小鍋 成就 到我們來這邊慈濟 大家庭 是大鍋這樣 真男人 在前保家衛國 堅強的女性 支援後方 讓前方得以 無後顧之憂 邱炳輝和楊之釗 一起走過近半百歲月 人生功課 和置業道路相扶持 也希望藉由小鍋 成就到大鍋的想法 在年輕新世代的 那一母新田裡 種下善與愛的種子 再次要感恩 所有保家衛國的軍人 還有他的眷屬 像你們這樣 也不去東沙群島 也不去金門做兵貨 你總不可能 你怎麼帶他去 所以你真的是他們 成功男人 背後 偉大的人 哪裡 老公沒帶著 你自己明天過這三個小孩 那時候有父母在一起 會幫忙 做那個大 對 那你更要照顧 喪要奉養 那責任你壓力更大 那時候父母還年輕 我們也年輕 所以就這樣帶過來了 帶過來了 對 現在他拿來之後 剛才有說 用生命做慈濟 聽說是起頭 你從學校退下來的時候 49歲 頓時失去的人生方向 每天 魂魂惡惡惡過日子 是 那時候真的 很傷心 看他那時候真的很傷心 這樣喔 很心寒 他一直考慮說小孩子還在念大學 他是不是要繼續在工作下去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有領一份薪水 應該 我們 較欠的就可以過了 他是因為身體不好才退役 還是時間到要退役 時間到 不用跟學生互動 每天真的魂魂惡惡惡惡 一年7月31號退下來 是 然後魂魂惡惡惡就是過了 到了84年4月中旬的人下的時候 就我們的這個雞婆 她的雞婆就說 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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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玫瑰花 心中就倒一個筋子 起頭一天要吃13顆的藥 對 現在呢 現在剩7顆 有進步了喔 少了6顆了 對 他這樣做主題很討厭 你有沒有看到他身體不好 我都很心疼他 我說喔 那師兄喔 無所不包有求必應 無所不包有求必應 對啊 什麼都做 而且看他的身體喔 真的 不是很好 我因為常看他用什麼睡不著啦 氣色很不好 可是喔 沒有一份工作說 我現在身體不行了 他全部照樣的做 他沒有拿那個當擋箭牌就對了 沒有 從來沒有 所以我們的精神 我們組裡面的人 大家都會說 你看他這個樣子 能夠做得那麼認真 我們不可以說 懈怠 雖然不是大病 但是小病是不斷的 對 那我們 一定要配合 所以他是標竿啊 對 他是典範啊 向他看 向他看 又是七十歲 對 聽說師姐 如果主隊裡面有人過生日 他會送禮物喔 對啊 每個月 做什麼 做蛋糕 這樣 那你要安排到我生日的時候 才來錄影就對了 開玩笑的啦 下次 他就是精神跟人家保持 跟人家保持 跟人家保持 對 對 所以我就想說 我都是很幸福的 不用煩惱吃錢 還有不用煩惱什麼 相信師兄也是這樣轉念 就像吳亮燕已經講了嘛 譬如船師生有病 若有堅舟有渡人 他就是這樣 要做大白牛車 但是看在小孩的眼裡 會不會不捨這個爸爸 我倒滿想聽聽看 那上輩子的情人怎麼說來 我是覺得 爸爸後來這樣退下來 真的在慈濟 我覺得他找到了 一個人生的方向 就是讓他 就是 從事前的君子 然後轉到教職 然後後來這樣退下來 那我覺得 在慈濟還有另外一個 他發展的天地 然後其實我們覺得 他自己做得很開心 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對 剛才是你們女兒 是 聽說看你做老師嗎 對 你們兩個這樣洗手相伴 四十四年了 你們自己做慈濟也做這麼多年 受證十多年了 對於自己未來有沒有什麼 發行力源 像慈濟他是幾乎 陳中喜勳髮廠 你等睡眠有點狀況 睡眠髮廠 所以沒有 我也是也沒很久了 也最近半年了 因為 因為小孩子 我的孫子 早上有時候要準備早餐 那現在他比較大 有時候他 我女兒在這邊住的話 他會幫忙我用 我會在這裡寫書 了解 你家裡聽書 開始回來 有跟他分享嗎 發起多分享 我跟他講的時候 他說他看書也一樣 喔 他說不一樣 他有時候會把人家 撲過來的資料拿給我看 喔 尋法鄉團隊的竹子筆記 他那個族群裡面 他賴那個 沒有看 但是除了看以外 早上我們八點鐘的時候 有陳詩陳語 又還有慈濟新聞深度報導 有那裡直居 來雨天到晚 從早到晚都有看到夢 跟上人接觸的夢 這些都是尋法鄉 擴大解釋就是這樣 另一種形式 是的 好 最後呢 有什麼發心力願的嗎 人生就是 要把握每個姻緣嗎 仔細呢 你自己有什麼願望 但願我在這個慈濟的團體裡面 能夠再更精進 再增長智慧 跟大家結好人 對 你用香雞料理跟大家結好人 嗯 但願 你呢 我非常感謝慈濟 這個讓我有這個揮灑的空間 這個平台讓我揮灑的空間 嗯 做個給我做一個自我成長 自我成長智慧 增長智慧的一個場所 嗯 所以今天能夠做到現在 是非常感恩所有的 除了感恩上人以外 也感恩所有成 所有的慈濟人 大家互相提息 互相提息 互相照顧 嗯 最後啊 來為我們的秉輝師兄啊 報告一下他一生中得過許多的表揚啊 包含 1991年 特殊幼郎教師的施朵獎喔 然後2006年得到了屏東市的模範父親的表揚 幾年前也得到了屏東縣 機優志工服務人員的銀子獎啊 這麼多的表揚啊 他都放在心裡 但是這種東西啊 還不如做上人的好地址 更加的確實啦 好不好 就給你喔 最後我們錄影要結束了 你要再喊個口令嗎 感謝大家 感謝 謝謝 祝福喔 餅乾吉祥 餅乾吉祥 好 謝謝